雖然是在大太陽底下 但是為了能打出好的成績 選手們還是不遺餘力的全力奮鬥 用盡氣力使手得分大門 希望透過好的成績 為自己也為學校爭取最高榮譽 選手們盡力表現 也讓一年一度的鐵針盃競爭激烈 我們今年的一個隊伍 是有史以來最多的一次 以前都是100多 今年達到110隊左右 今年的賽程最大的特色就是 讓很多隊伍都有 預賽都有巡軟的一個機會 最少都打了四場到五場的一個機會 主辦單位表示 今年的賽事受到台風的影響延後舉辦 原本以為許多隊伍會放棄比賽 幸好台中的好天氣 讓許多來自台灣各地的隊伍 能夠如願的來參加 其中還有遠從屏東受災地區的風林國小 不畏家鄉的風雨前往來參賽 我們參加這個比賽總共有 十三位的小朋友 本來我們預計有十五位小朋友 但是因為這次的天平台風的重創 所以我們的小朋友兩位沒辦法來 但是雖然我們那邊大風大雨 那學校目前也是滿目倉疑 可是為了孩子 我們的小朋友希望有給他們更多元發展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這次排除萬難 還是帶著小朋友來到我們台中大甲來參加鐵陣杯的全國賽 四天的賽程包含了小學組、社會組等組別 從北到南約有近百隊參加比賽 透過競爭 除了可以有效提升手球運動員的技術水準 更可以驗證自己的實力與團隊合作的默契 記者王生炫 台中採訪報導